11月21日 长安汽车与蔚来在重庆 签署换电业务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推动换电电池标准建立 换电网络建设与共享 换电车型研发 建立高效的电池资产管理机制等方面展开合作 共同推进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低碳转型 此前 蔚来创始人 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李宾发起面向全员的内部讲话与温答 重点谈及了近期组织优化 销量压力 未来两年发展方向等话题 对于员工提出的换电业务是否可持续经营的时候 李宾回应声 换电是未来巨大的先发优势 目前已经到了面向全行业开放的时刻 21日就会发布第一架合作 后面还有4到5家在谈